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1月是中国31个省市举行两会的时间 但今年的1月有点特别 各省突然宣布调整地方两会的会期 比如西藏政协会议的会期是1月9日至13日召开 北京市政协和人大会议的会期是1月12日至18日 此外上海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开会时间推迟到1月27日 有舆论认为极有可能是为中共市中全会预留时间 中共市中全会延期的事也很蹊跷 按惯例中共通常在每年的10月到11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并会提前在7月和8月宣布会期 由于去年1月份多开了一次全会 通过修宪建议去年2月的三中全会安排 是参照2013年18届二中全会 按理说19届四中全会也应参照18届三中全会 在11月初召开 但目前中共仍未宣布四中全会的会期 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习近平的权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从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 唯心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是内乱 将他的思想排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政治倒退 在党内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四中全会前 中共各派政治势力正在残酷的厮杀 路死随手 尚无结果 其结果无非三种 一是习近平失去权力 中共走马换算 二是习近平的权力被控制 维持现状到点退休 三是习近平战胜党内各政治反对派定予一尊 我认为如果习近平降服了他的对手 一同江湖 他必然要发动一场剿灭知识分子的新反右运动 北京之村网刊主编陈维建先生指出 可以肯定2019年 要么习近平开展一场新的反右运动 要么习近平权力被制衡 在形势的逼迫下走人下台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都会有惊涛海浪 为什么习近平要发动一场 针对知识分子的新反右运动 因为习近平十九大后 要推行的路线就是极权主义 冯崇义教授认为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体现为八个方面 一是一党专政 二是洗脑和愚民政策 三是言论管控宣传谎言 领袖个人崇拜 四是持续的政治清洗 五是党队军队和警察的绝对领导 六是政治忠诚和亲疏关系是干部任免的标志 七是党队经济资源的垄断控制国民生计 八是全面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 但这八个方面都离不开谎言和欺骗 因为极权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场群众运动 如果知识分子不闭嘴 不断的揭露事实真相 戳窗谎言 极权主义就无法推行 知识分子在习近平的眼里 可谓男生与庭不得不出 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已经拦了习近平的道吗 我认为他们不仅拦了习老大的道 而且还骂上了门 远比三国时迷恒几股骂潮厉害得多 近年来声文广 杨少镇 邓湘超 史杰鹏 李莫海 翟巨宏 许章润 郑也夫 向松作等教授坚持自由的言论和批判精神 令当局就颇为难堪 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中 骂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事 反现代力潮流 匪夷所思 恬不知此 丢人现眼 更不内 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 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 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在《正改难产之音》一文中说 在中共执政的七十年历史中 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对不同政见的仇视 与而俱增 对危机恐惧 令自己失态 结束专制 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但是流血和动荡 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和平的大转型 符合共产党的利益 那就是中共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 陈维健先生说 郑也夫的话 像平地的一声惊雷 响策在新年的中国大地上 让中共退位下台 可以说是自中共执政七十年以来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声 现在我们需要把目光 拉回到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 中共决定在全党开展 以反对官僚主义 中派主义 和主观主义 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号召党外人士名放 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 意见 帮助共产党整风 于是各界人士 主要是知识分子们 开始向党和政府 表达不满 和建议改进 众多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 楚安平先生的党天下之说 可能是当时最尖锐的批评 他说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 并不等于这个国家 即为党所有 大家拥护党 但并没有忘记 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 并不表示党外人士 就没有自己的见解 就没有自尊心 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他认为 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 是一切中派主义 现象的最终根源 毛泽东面对 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 认为这些言论 将会危机 中共的执政基础 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 展开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 这就是所谓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 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残 1958年5月3日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 反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定性为反右集团2271个 右群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778470人 定为中右1437562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 4117人 根据李锐老先生的毛泽东与反右斗争 一文披露 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 也有打了不少右派 估计人数也打50万人 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画右派 于是他们被戴上了坏分子和其他的帽子 警狱同样悲惨 当时被划成右派的317万知识分子 全被送去了劳动改造 有的还关进了监狱 有的死在农场 有的死在监狱 有的被枪毙 有的自杀 有的病死 有的饿死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一些劳教农场 比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 甘肃九泉加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 数百万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 而有一个政党的各级组织 直接将他们送到劳改营关进监狱 这是赤裸裸的践踏司法 践踏宪法 有学者指出反右运动扭曲了灵性 运动中在中共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 被信息移成为时尚 追毛求疵的检举揭发 使人人自危惶惶忠日 运动后 人相互防范戒备 摧毁了人类文明 那一生成的伦理道德准则 败坏了张善当恶的社会风扇 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 反右运动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 他们积取或从口出的血泪教训 从此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 歌功颂德 假大空盛行 说假话受假 说真话 遭罪 知识分子群体被剿灭 导致毛和中共发动荒唐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得不到任何制约 已是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饿死四千多万人的产祸 但习近平是不会汲取历史教训的 因为人民的生死与他无关 他关心的是 他所代表的权贵集团 能否将父辈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能否永享荣华富贵 习近平其实与金正恩并无本质区别 中共的红朝与金家王朝都是同一祸色 集权主义的结果就是奴役人民 但习近平的新反应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理由是第一 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人民接受了普世价值 中国人尽管自私功利 但并不愚蠢 看看当今的移民潮 留学潮 宗教信仰潮就会知道老百姓的好物 因为他们一直在用脚投票 第二 中国社会已经是多元社会 与世界融为一体 没有极权主义封闭的生态环境 中共与互联网战争的结果 只能以惨败收场 中共的网上柏林墙崩溃 这是时间问题 第三 没有办法断绝知识分子的经济来源 毛泽东反应要的基本经验 就是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 剥夺了中国人的私有财产 知识分子无法离开体制而生成 第四 习近平无法使极权主义自圆其说 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 正如孝楚先生所言 习近平全部信心的基础 即党的所谓超越性并不存在 欲是政教合一 党欲是垄断一切 就欲跟现实利益纠缠不经 就欲堕落 习近平如果不将宪政民主 自由人权 公平正义当成政治追求 习时代没有希望 也没有出路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